承接上篇北宋废太子你造吗 他并不是正牌废太子 却又当太子的潜力 已介绍了北宋废太子赵德昭 赵元熙你有什么想说的 小编对废太子的定义 1.没有当上全国统一政权的皇帝的太子 或被杀或被废 2.没有当上割去政权的皇帝的太子 3.病死的太子 4.亡国之君 末代皇帝的太子 北宋960年2月4日 1.127年3月20日 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 宇南宋何称宋朝 又称两宋 建都于汴梁 今河南开封 北宋游货州墨地 膳上赵匡印开始 统治了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以南一带 北宋政权先后预了 荆棘西夏对质 靖康元年 1.126年 京兵宫入开封 次年父王 共立九帝 168年 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主角 北宋费太子之 赵佑 赵茂 赵臣赵佑 道 宪太宗 赵光义之孙 宋真宗 赵恒次子 母张穆皇后 郭氏 贤平五年 封信国公 贤平六年 九岁十一折 追风周王 次世号道宪 道宪 太子赵佑 宋太宗 赵光义之孙 宋真宗 赵恒次子 母张穆皇后 郭氏 贤平五年 封信国公 贤平六年 公元一零零三年九岁十一折 追风周王 次世号道宪 官墓于当年五月十三日 暂时安放于开封府开封县 便扬香之禅会四僧舍 后于景德三年 公元一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随宋太宗 明德里皇后 陪葬于永熙灵 赵佑是宋真宗 最宠爱的儿子 并预立他为太子 所以陵墓的建造 是以太子的规格建造的 宋仁宗 赵真即位后 追赠其二哥为太位 中书令 明道二年 公元一零三三年 追测皇太子 赵茂公元一零八五年 宋神宗赵旭去世 其第六子赵旭即位 就是宋哲宗 在宋神宗执政期间 大臣王安时 推行心法 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攻击 宋神宗本人也摇摆不定 特别是在祖母曹太后 和母亲高太后的哭哭啼啼中 不得不废除心法 宋哲宗即位时 年仅九岁 尤其祖母高太后 垂帘听政 趴上一用司马光等守旧派 继续废除心法 而宋哲宗本人 则一心想创立 乃副变法时的伟业 在公元1093年 高太后死后 她便迫不及待的 再次变法 但此时 新派心里想的 并不是真正的变法 而是想办法 对旧派进行报复 在平凡的党争中 被宋王朝越来越乱 而宋哲宗赵旭 也不幸英年早逝 公元1100年 宋哲宗病逝 由于她没有子嗣 其帝 宋神宗第十一子赵旗 被拥立为帝 就是我国历史上 有名的婚君之一 宋徽宗 宋哲宗赵旭 曾有一子赵旺 是昭怀刘皇后 当妃子的时候生的 因为宋哲宗 没有孩子 也没立皇后 因此刘氏被立为皇后 结果赵旺 只活了三个月 就去世了 追风月王 是未充现 后来又改世为谢敏 因此历史上 称之为谢敏太子 本应为太子 却命不久已 乌乎哀哉 赵臣赵臣 1117年 宋清宗召还长子 朱皇后所出 正和七年 1117年出生 为宋徽宗嫡皇孙 宋朝开国以来 尚没有当朝皇帝 得嫡孙的徽宗大喜 蔡经奏请 任命皇孙为简孝少保 常德军节度使 封崇国公 徽宗同意 王府府政 谋夺蔡经之权 说蔡经把东宫太子 看作皇帝 遂将赵臣为高州防御使 靖康元年 1126年 宋清宗继位 千兆臣 简孝少保 昭庆军节度使 大宁郡王 靖丰简孝少父 宁国军节度使 4月 赵立为皇太子 金康二年 公元1127年 被宋正式灭亡 经国压着宋徽宗 宋清宗两个皇帝 前往清城 临行前 命密院同志 孙父兼太子少父 立部侍郎谢克家 兼太子宾克 辅太子兼国 称治行事 没过多久 金国逼着宋清宗下令 招太子北去 统治吴格 坚决主张留下 想要带领太子 为队冲出重围 孙父不许 想要把太子藏在民间 找各和太子 长得像的人 杀了送到金营去 一些宦官争着 要把太子送给金国 大家争持起来 甚至伤到了太子 如此末尽了五天 最后在主张投降的 大臣吴开 莫愁范雄等人的逼迫下 将太子与皇后 装在一辆车里 拉了出去 百姓官吏 随车哭嚎 太学生们拥拜车前 太子大呼 百姓救我 哭声震天 但最后还是北去了 宋氏中 没有记录赵臣的结局 估计最终 肯定是困恶而死吧 以上就是 今天北宋废太子介绍 你有什么想说的 宋废太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